這個是20世紀的晶圓雙雄 打到21世紀 打到大家七老八十的握手和解了 但是打出台灣半老體帝國的江山 確實這兩位 真的是撐起台灣經濟的半邊天的 這兩位長者 或者是這兩位專家 真的是台灣如果沒有 他們這兩位真的台灣的經濟 現在會怎麼樣 我們真的是沒有辦法想像 甚至全世界的局勢會怎麼樣 我們都很難去預估 話說這兩位為什麼會打了這麼久的 冷戰也好熱戰也好 那我們還是追根究底來討論一下 那這些事情要推到在1980年代 那時候就是工研院 來自於整個經濟部門 當初派了很多人到美國 去研習最新的科技 那回來之後 其實在工研院內部 先成立一個算示範工廠 那做了以後就覺得越做越好 是不是乾脆就把他獨立出來 成立一家公司嘛 那也就是當時的聯電 那是在1980年的時候 好那聯電成立之後 當然要有人來服嘛 當這個leader 那所以當時工研院的電子所的所長 胡定華就推薦了曹新成 好那曹新成其實也很特別 他原本是台大電機畢業 然後進交大電管理所畢業之後 他其實只想當個公務人員 所以他就進了工研院 只是當一般的職員 好只是胡定華發現說 這個小伙子其實蠻厲害的 腦筋很凝光也轉得很快 所以推薦他去接聯電的副總經理 當時他很多朋友都說 你不要去跳火坑 那接那個公司也不曉得成不成 那你不是都覺得當個公務人員 安穩穩過一生就好嗎 可是這時候 曹新成完全不一樣的想法 就是我真的是要一次 所以他就接下了這個副總經理的擔子 好接了之後呢 他當然就開始有所作為 那也就是他跟張忠謀的爭執的關鍵 就開始了 什麼事情呢 就1983年接了副總 1984年他就托人帶了一個計畫書 到那時候還在美國工作的張忠謀 那其實那時候張忠謀已經從 原本的德州儀器又跳到通用去工作 給他什麼東西呢 就是他建議說 是不是台灣可以專門做晶圓代工 這樣子一個行業 那因為台灣在之前都是 可能就要進入半導力產業 可是以前都是那種一條邊市的 那基本上都做不出什麼 比較好的 尤其關鍵技術都掌握別人手裡嘛 所以他覺得專門做晶圓代工應該可行 所以他就找因為當時張忠謀是台灣的科技顧問 所以就托人去問張忠謀是否可行 因為畢竟張忠謀論備份論各方面學經理全全全部都在曹新城之上嘛 所以當然就會去問張忠謀 可是張忠謀當時是否定這樣子的這個建議 他認為是不可行的 好那既然不行了 那這時候曹新城就鼻子摸一摸就沒話說了嘛 可是沒想到隔年 張忠謀從美國回台灣接工業院的院長了 而且同時還兼了聯電的董事長 這下子居然變成了曹新城的上司了 好那原本這樣子也無可厚非嘛 那人家當我的頂頭上司我也沒話說 可是更重要是兩年後張忠謀又自己跳出來成立了台積電 而且就專職做這個經營代工 這下子就把曹新城給惹毛了 當時你不是說不行嗎 你都跟我說不行啊 我跟你這建議你說不OK啊 結果你居然跳回來自己開公司 那這下子他覺得這不行 當然台積電背後其實也是政府在扶持 不能說是台積電自己開 好所以這時候曹新城就動員公司 聯電裡面的董事罷免董事長張忠謀 哇這下子這個問題就大條了 什麼原因呢 違反禁業條款 等等 所以當年兩個比今天的梁孟松跟蔣尚藝打得害兇 是因為這是真的幹起來了 不像他們這個梁孟松跟蔣尚藝 只是還沒有真的幹起來 只是有有利益衝突而已 當時是真的就幹起來了 好也因為這樣子 張忠謀就真的就被趕走了 好就離開了聯電 那當然他就是專職做他的台積電 好那當然事後大家就有去問說 那這晶圓代工聽起來好像是曹新城 他的原創的點子嘛 可是張忠謀其實有出來說明 他說他其實在美國 他當時在得宜的時候 他其實就有建議公司 甚至建議intel 其實是不是可以做晶圓代工 這樣一個專職的工作 可是當時得到的答案也是一樣的 就是intel跟得宜都說不可行 所以他那時候就覺得那就算了嘛 既然人家老闆都說不行嘛 所以說到底誰是原創者 我想基本上已經不可考了啦 好那回到台灣的這幾年的狀況 回到台灣打了20年之後 打出我強者很強的群聚的半導體 帝國的效應了 是當時真的是聯電跟財電 當時兩家公司真的是被大家是平行的 覺得兩家公司都很厲害 不像現在大概是越差越多嘛 但是也因為當時有兩家公司的良性競爭 帶給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才會後來如此揮煌的一個發展 可是話說回來到現在呢 當然我們都知道聯電已經越來越往下了 可是我們如果看到今年台股漲到這邊 一萬四千多點了 居然有幾家公司明明很厲害 可是卻不會漲 所以謝金河特別點名的誰 大力光 明明大力光很賺錢啊 今年EPS一百多塊錢啊 是台灣最會賺錢的公司 結果今年股價沒有漲也就算了 還倒跌了三成 哇這真的是很奇怪 那上次是漲到一萬四千點之後呢 台股的市值前二十大當中 就只剩下四家公司還在漲 那當然就是聯電台積電聯發科 還有台達電 其他的十六家都不會漲了 所以這個我們的 這個謝董事長就覺得 這其實蠻奇怪的啦 因為台股不可以只靠四家嘛 四家公司去撤 可是這跟NASTA的尖牙股也很像啊 對啦 今年也是尖牙的一直漲 然後一大堆傳統產業沒漲 可是我們其他沒漲也都是科技股 也不是傳統產業 這個問題就會比較大一點 那所以謝董事長有說 那明年這十六家公司 有沒有機會就輪漲上來呢 我們就拭目以待喔 好那另外一方面呢 這台灣的這個半導體產業 真的是很厲害喔 全世界都看到了 我們在過去節目裡面 其實都是不斷追蹤 外媒對台灣的報導 因為我們講 看台灣的媒體自己 自己報這個就沒意思嘛 所以你看到最新的日經 就提到說哇台灣的科技業 帶來空閒繁榮 他是根據十一月的台灣的前十九大 資訊科技公司的最新的財報 光十一月的營收 居然就11.45兆 非常的可怕 尤其是其中有十一家公司 光十一月的年增率 都超過兩位數 其中最厲害的是聯電 高達六十幾%的年增率 哇 怕死人喔 所以日經就提到說 台灣未來的真的在 幾大領域包含5G 其實剛剛林冠也都有講過 我們就不重複 在幾大領域的發展之下 台灣半導體 乃至於科技業 都有很大的發展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個最新的一個 全球經濟的預測 這是英國的飼料公司 IHSMarket這家公司調查 他認為今年全世界 經濟成長率最高的國家 不是中國 而是台灣 大家可以看到最最左邊 這個土塩的這個 台灣今年預估成長率 可以來到2.54 可是他們預估中國 只有2%而已 這是還蠻特別的 所以我如果我們自己講 大家覺得說你自己自摧制 可是這是人家國外 而且IHS是非常有名的 這個金融飼料機構 好 所以台灣在這麼好的 經濟發展之下 我們的人均所得 終於有機會在明年突破3萬美元 大家不要想看3萬美元 有什麼特別意義 它就代表是真正成為 先進國家的一個重要指標 好 那再回到美國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知道這兩天 拜登已經算是正式確認 可以接美國總統了 好 那當然前面節目也提到說 那拜登接下來對中國的態度 對台灣的態度會是怎麼樣 好 所以現在華爾街日報提出說 基本上拜登的政策跟川普 不會有太大的不一樣 還是會找台灣找韓國 成立這些聯盟去對抗中國 因為他們知道中國的半導體野心 絕對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所以富比斯雜誌也特別提醒美國 說中國的大灣區正在崛起 大家要特別小心 這個越港澳大灣區有什麼特別呢 這個富比斯雜誌提到兩點 第一個 因為在同一時間 中國成立的科創板 可以吸取大量的資金 正好跟大灣區的成立 是同一個時間點 第二個 大灣區有很多的科技公司 他們在全世界挖腳最頂尖的人才 不管是你從學校剛畢業 或是在科技公司任職的這些華人 他通通的挖回去 那這時候富比斯雜誌提醒美國的科技業 這會是很大很大的危機 好 我們再回到中國 又一個新的消息 之前蔣少益才說 他準備要回美國去了 沒想到居然又回馬腔 說他要接中芯國際的副董事長 哇 這真的是大出大家的意外 好 今天也沒話說 可是卻惹毛了另外一個人 叫做梁孟松 哇 梁孟松超不爽的 立刻辭職走了 對 立刻辭職信 你看到我們辭職信就已經找出來 原版的辭職信在這邊 為什麼他的理由說是不尊重他 沒有事先跟他溝通 那當然中芯國際也出來說了 這個都只是目前的情況 這個梁孟松的辭職我們沒有準 所以他不代表一定就會走 可是注意到今天早上在港股掛牌的 中芯國際股票是停牌的 當然過了中午之後是有用回復交易 可是一回復交易就大跌了9% 所以看來中芯國際的問題還是很大 如何擺平這兩支大咖 那我們就往下看 好 我們稍後回來